你好 欢迎收看2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花莲县警察局卸任新任分局长交接不打典礼 在9号上午 县警局清明堂举行 由县长徐正卫亲自主持 与会贵宾包括副议长徐雪玉 以及多位县议员 乡镇市长 名利干部 金委会贵宾以及各分局的同仁代表 大概有180人到场来管理 交接仪式简单隆重 今天上午联合交接典礼 共有五位新主官 由花莲县长徐正卫 上任的花莲县警局局长 吕世明主持尖交 典礼开始由县警局局长 受与各分局局长受接 而县长徐正卫并表示 这次的过年前异动 他特别对于五位外籍调入的主管提醒 务必维持好治安防炸防止毒品 能够让花莲的好治安持续维持 期许我们所有的各分局的同仁都能够协助 让我们新到任的分局长能够赶快进入工作的状况 真为还是那几句话 第一个毒品进入消炉 砌毒非常非常之重要 尤其在去年 今年 砌毒我们的成果非常非常之卓注 速枪 台湾是一个对于枪支弹要管制非常严谨的地方 但是 曾几何时 全国的枪支已经泛滥到如此 台南那八颗子弹 我想大家都知道 县长也期许各新任分局长 军事优秀的人才 上任后期盼能够与同仁携手合作 并与所辖的地区民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端正分局的风际 并能交出优秀的好成绩 记者凌结花灵市采访报道